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一个小土块表示土字 后来土字经过甲骨文 金文 小传 历书 凯书等变化之后 就成了现在的土字 最开始土的意思是土地 后来也指本地的 比如风土人情 土特产 还有来自民间的意思 比如土方 说的就是民间流传下来的方法 对了 解辣有个土方 喝牛奶 古字可以组成的词语有 土地和土豆哦 你看 这是我们认识的土字 你看 这里也有土字哦 土地 土豆 都是由土组成的词语 你记住了吗 快来试试吧